车祸现在有大逆转了 被执意络路还有超收车资 司机还猛踩油门撞死乘客的事件 一二审的时候都认定了 司机是故意杀人 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台湾高等法院在昨天 更一审的时候宣判 认为说司机案发之后 他主动的报案 符合自首减刑的要件 所以改判有期徒刑二十年 我家属是非常无法置信 认为说侵判了这个杀人司机 教主说这个监视器 跟募集证人都会证明 灵性嫌犯从后方蓄意的加速 冲撞他的丈夫 而且事后汽车讨厌淹灭证据 车队跟警方在第一时间 都知道是他的身份 这怎么会算是自首呢